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当时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关注到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 首先来看到的是在残奥会开幕式上让人感到十分意外的一幕 现场观察者注意到 在央视对于残奥会主席开幕式致辞的转播中 突然出现了长达一分钟的沉默 当时残奥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说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阁下 组委会主席蔡奇以及世界各地的体育迷 所有参赛代表团的运动员官员和尊贵的客人 晚上好欢迎来到北京二零二二年冬季残奥会 今晚我想以一个和平的信息开始我的讲话 作为一个以包容为核心的组织的领导人 在这个组织中多样性得到赞美 差异被拥抱 而我对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 二十一世纪是对话和外交的时代 而不是战争和仇恨的时代 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促进和平的奥林匹克休战协议 是一百九十三个会员国 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 他必须得到尊重和拥护 而不是被违反 在国际残奥会 我们渴望有更好更包容的世界 没有歧视 没有仇恨 没有无知 也没有冲突 在北京来自四十六个不同国家的残奥会运动员 将相互竞争 而不是相互对抗 通过体育他们将展示人类最美好的一面 并强调一个和平包容世界所应具备的价值观 参奥会运动员知道对手不一定是敌人 团结起来我们可以取得更多更多 在今晚参奥会运动呼吁世界各国当局像运动员一样走到一起 促进和平理解和包容 世界必须是一个相互分享的地方 而不是相互分裂的地方 改变从体育开始 它不仅可以带来和谐 也可以成为改变人民城市和国家生活的催化剂 作为第一个同时举办夏季和冬季残奥会的城市 北京就是这一点的证明 当时他又强调在这届奥运会之前 数以十万计的设施已实现了对于残疾人的友好化无障碍处理 场馆宏伟组织工作出色 疫情预防控制安全和高效 好客的中国人民搭建了舞台充分展示了残奥会的精髓 为鼓励和吸引残疾人尝试冬季奥运会的努力是十分出色的 至中国人民我要向你们说谢谢 最后他还表示 我衷心地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阁下 宣布北京二零二二年冬季残奥会开幕 而在这一段短暂的对于北京充满夸奖的致辞中 在提到有关于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指的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时 在央视现场的解说员就突然沉默了 现场画面可见手语翻译当时也停止了动作 直到有关于和平的信息说完之后 央视才开始重新解说翻译 残奥运动员都明白 对手不需要成为敌人 团结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更多 今晚期我们會希望大家有点便宜 务力为一人看凌产 对压斐 无法感叙上 对抗论 我们的目标 我们希望在那些娱乐 在武币 不断 有关于新的娱乐 能量 无法 在北京 法令文化 展示世界最好的人物 和提供的價值 和對人的平衡 和尊重世界 Paranipians 知道他們的民主 必須有敵人 而在拼命 我們可以達到更多 更多 今天 Paranipic動作 會讓全國民主權 帕森斯接着说 在今天晚上在这里 国际残傲运动呼吁全世界像运动员们一样团结起来 再为您更知道的是俄乌战争相关的其他消息 首先来看到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据消息人士和路透社看到的文件显示 中国要求大型国有保险公司 对其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风险场口进行紧急审查 消息人士表示举措是由许多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所引起的 至少有两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被监管要求 对其业务和投资组合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场口进行内部核查 路透社文章分析 世代发展凸显出即使中国在西方严厉制裁俄罗斯之下 继续寻求与俄罗斯保持强有力的贸易关系 但是中国也在幕后努力把自身机构的风险降至最低 目前还不知内部核查之后将有什么具体行动 消息人士表示 有保险监管机构本周已收到了上级紧急要求 要求检查公司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曝险 在周五前就要提交报告 公司被要求报告其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业务和投资 评估制裁的影响还要提交应对局势发展的紧急计划 同时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在本周乌克兰遭到急速炸弹和大炮袭击的相关画面 促使世界战争罪检察官启动了调查 去年被任命为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的英国大律师卡里姆汉表示 乌克兰的危机是展示犯有战争罪的人将被追究责任的机会 他表示全世界都在关注 此前他已宣布向地区派遣由调查员和律师组成的先遣队 他说任何一方如果以平民或民用物理为目标都是在犯罪 根据联合国方面公布的数据 从二月二十四日俄罗斯坦克开进乌克兰以来 至少已有二百四十九位平民被杀 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一个欧洲国家最大的军事袭击 与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一样 俄罗斯和乌克兰受到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的约束 该公约确立了战争中人道主义待遇的法律标准 并将对针对平民的蓄意攻击进行惩处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烈否认了这一点 说俄罗斯军队没有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或住宅区发动任何打击 莫斯科方面再次强调 所进行的是一项所谓特别行动 以使乌克兰非军事化 并且反过来指责基辅政权进行种族灭绝 而来自路透社的报道引述维也纳大学国际法学专家表示 国际刑事法院团队面临的主要条件之一是找到证据 将罪行与发布命令的高层领导人联系起来 而领导人级别越高追责的难度就越大 自2002年开始起诉最严重的战争罪行以来 国际刑事法院从38位被告那里获得了五项战争罪 犯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定罪 现在有几个案件还在进行中 国际法庭已判处一些政治领导人犯有战争罪 比如利比亚的前总统泰勒 当被问及国际刑事法院是否可以追究 包含普京本人在内的高级政治家 在乌克兰犯下的罪行时 国际刑事法院大法官没有直接回答 但是引用了泰勒的先例 他说非常清楚的是 如果的确犯罪 如果有证据支持 那么法律文书将允许我们对他进行起诉 而同时分析指出 现在有急速炸弹 在目前冲突中被使用的一些证据 也有对于平民目标打击的证据 即使之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进行调查 现在证据也在不断扩生中 而路透社采访的六位专家表示 如果在攻击中或者是针对平民的攻击中 使用了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例 那么可能构成战争罪 但是收集证据的标准仍然十分之高 而定罪也比较严格 目前调查还面临相当困难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北约在今天拒绝了乌克兰关于设立禁飞区的要求 表示北约正在加大支持力度 但是一旦直接介入可能导致更广泛更残酷的欧洲战争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并不是这一场冲突的一部分 作为北约盟友 我们有责任防止战争升级到乌克兰以外的地方 因为这将更加危险更具破坏性并造成更多的人类痛苦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理解乌克兰方面的请求 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是可怕的 并警告表示随着俄罗斯推出更多重型武器 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 但是斯托尔滕贝格强调 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设立禁飞区 最终将导致欧洲发生全面战争 涉及更多国家 而斯托尔滕贝格也强调北约设置禁飞区的唯一办法就是派遣北约飞机去击落俄罗斯的飞机 他补充表示这样升级的风险实在太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此前表示 北约将保卫联盟的每一寸领土免受攻击 他说我们的联盟是防御性的联盟 不寻求冲突 但是如果冲突来到我们身边 我们也准备好了 欧盟国家其中很多也是北约成员国 他们表示正在考虑采取更多的经济制裁措施 以增加现已实施的对于俄罗斯金融系统和寡头精英的限制和制裁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 在普京总统发起攻击的第二周 俄罗斯军队包围并轰炸了几个乌克兰城市 最新的升级是俄罗斯入侵部队在周五占领了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表示 俄罗斯对扎波罗热工厂的攻击已经构成战争罪 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则强调这表明俄罗斯的入侵是十分鲁莽的 把潜在的灾难提高到了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水平 自二月二十四日 普京下令对于乌克兰发动袭击以来已有数千人伤亡 目前有超过百分难民逃离乌克兰 尽管核电站的事件最后被说没有构成明显的严重的损失 火势也被扑灭 但是多国官员仍然对情况的不稳定感到担忧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负责人向该厂工作的乌克兰人员表示尽力 说谢谢你们的勇敢勇气和坚韧 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维持安全 他表示该工厂没有直接受到俄罗斯射弹的破坏 六个反应堆中当时只有一个在工作 产能是百分之六十 乌克兰国家核电站运营商则告诉路透社 目前没有进一步的升级态势 辐射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它的组织已不在于核电站管理人员有联系 也不再控制有关核材料了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法新社的报道 六位官员表示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欧盟官员正在研究遏制俄罗斯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S的影响力和重资渠道 目前讨论的方案将增加对于俄罗斯的经济金融体系的压力 进一步加深莫斯科的国际孤立 正在考虑的一个方案 是把俄罗斯从这个叫做IMF也被称为最后贷款人机构中的有关体系中完全剔除 但是也有人表示 如果完全剔除俄罗斯恐怕也是十分困难的 有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表示 现在正在讨论其他方案 有官员表示 研究的其他较为温和的选项 包括暂停俄罗斯的投票权 以及阻止其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殊货币特别提款权 目前俄罗斯已经受到央行财产冻结 禁止进入欧盟加拿大美国领空 将重要银行从SWIFT国际系统中除名的惩罚 一批俄罗斯富豪也遭到了制裁打击 就是这样看着俄罗斯的世界 是这样看着俄罗斯的世界 服 LA 这是一个封罗斯的舍 Na先,阿姐不可 Roland 是善罗斯的封罗斯的 Ant群 我们扫沙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should immediately take necessary and long overdue steps to do the right and obvious thing that is to offer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America's diplomatic recognition as a free and sovereign country. It's the fact, it's the reality is that many of your past and present leaders have made clear there is no need for Taiwan to declare independence because it's already an independent nation. Its name is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imply accept this fundamentally decent, morally right thing. This is easy. The Taiwanese people deserve the world's respect for continuing down this free, democratic, and sovereign path. Thank you. Authoritarian regimes with great power who desire to use aggressive military force to bully around smaller nations. The world is replete with examples of this. We're seeing one take place in Ukraine today. It's absolutely tragic. I'm praying for the people of Ukraine, and we're all watching the people of Ukraine do amazing work to defend their own country in ways that I think many did not expect. Xi Jinping's intentions are deep, and his agenda is global and hegemonic.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But Taiwan presents a democracy that has great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and great friends in the region. And I am convinced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ways in which Xi Jinping is watching what's happening to Vladimir Putin, to the Russian military inside of Ukraine today that must be giving him great pause for having met with Vladimir Putin just several weeks ago and said that their relationship was unlimited. So I really, I have to apologize for this short, I already showed them, I showed them again.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said in a speech that China has not heard a ceasefire in Russia. 中方高度重视核安全问题,对乌克兰境内核设施安全安保形势严重关切。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从乌克兰核监管当局获取的信息, 乌克兰相关核电站主要设备没有发现损坏,辐射本体没有变化。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形势发展,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确保有关核设施的安全。 近来美方一再散布虚假信息,解乌克兰问题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 这种为了推卸自身责任而造谣的手法,十分虚伪卑劣。 散布虚假信息掩盖不了美方自身的责任。 反倒暴露了美方借危机余力的真实意图。 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中方高度重视,正在向各方核实相关的情况。 我们注意到俄乌双方均表示保障外国人安全撤离, 希望双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中国公民撤离,提供安全保障和便利。 我们注意到俄乌。 就是看着眼睛 好多年 都是看着眼睛